我來操作一下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簡單的去背 透過OBS這個軟體做簡單的去背 在做去背的動作之前 請您要準備一個綠色的背目 這個綠色的紙我是在文具店買的 這一張大概是8塊錢台幣 然後呢我貼在那個厚紙板的上面 當做這個產這個物體的背景 那我等一下會將這一個影像去背 然後呢貼到這個DVD上面 這一個影像上面 那我要所以我今天要準備兩支截取卡 一個影像是截取那個DVD的影像 那就是剛剛那個動畫 透過的是這個 Fabon 169 截取卡這一支 等一下呢 這個背景的這個影像是由這個DV做攝影的 這個DVD的影像會透過這個Fabon 180 這一支是Fabon 180 一樣的進電腦 進電腦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用 等一下我們會講解怎麼透過OBS做直播 做這個去背的這個動作 然後順便也直播給大家看看 好 好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OBS 去背的直播教學 我們去背的話 我們通常會有兩個畫面 一個是前畫面 一個是後畫面 後畫面通常是 又接個綠色的白板 綠色的板子 然後準備要做去背 那我們實際來操作看看 OBS打開來 然後呢 我們先設定這個前面背景的這個影像 那個我們是用個DVD Player 播出來的一個影像 那那個是用我剛才是連接Fabon 169那一支截取卡 好Fabon 169 然後就抓 這個 然後解析度要選1280 720 然後呢 Fabon 169 然後影像選YUV 好 確定 然後我們抓這個背景的影像的這個聲音 擷取音效輸入 好 169 Audio 那就選這個Full HD這一支 好 然後再來要新增這個 這個呃 視訊擷取裝 就是擷取那個 那個 那個帶那個那個去背的那個影像 那個叫做 我們是接180擷取卡 所以我們 打個名字叫180 video 好那一支擷取還叫做HD Graver HD video 然後選自訂 一樣 選1280x720 然後選30張 然後選YUV 這樣子 好 一樣還是要選聲音啊 聲音的話是擷取音效輸入 這180 是180 Audio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聲音來源 有來自於DVD的聲音跟還有那個 去背的那個的聲音 那我們要把不要的聲音把它關掉 確定不要的是 這個我們剛有增加兩個Audio 所以我們看到不是那兩個Audio先把它關掉 好 那剩下這兩個呢 我們先聊條 調整他的這個聲音大小 這個 169Audio 這一個就是那個DVD那一個 我把它調低一點 聲音調低一點 調80% 然後那個 250 那180那一支就是要去背的那個DVD 按就是照的那個藍色畫面那一個 我們一樣打百分之百 然後同步性我們打也是打250 確定好 ok 我們把這個綠色的畫面把這個縮小一點點 縮小一點點 縮小到這邊好了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要做去背的動作 這個1804綠色這個畫面 我們按滑鼠右鍵 有個叫濾鏡的 按濾鏡 然後呢再來呢 新增什麼 色度鍵 新增這個 色度鍵 然後選綠色 這邊有三種顏色 一個是藍色 陽紅 如果你選出會怎樣 這個紅色就不見了 那我們還是選綠色 好 那這邊有稍微微調 你可以微調看看 好 大概微調一下 去背成功 ok 好 我們來實際玩玩看喔 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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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代表已經可以了 那我們實際做直播看看 做直播 你先到了網頁吧 到Fable 然後這邊有個叫做Facebook String Key 按下去就會連到你的Facebook去 點下去 然後按建立直播 確定 確定 限制本能 然後把這個不要把這個串流把它貼 copy下來 到OBS的這個設定這邊 串流這邊選FB 然後把它貼 貼起來 好 輸出這邊的話 記得要選進階 選硬體壓縮 說Quick開頭的QuickSync H.264 然後這邊這邊寫大一點 可以選5000 因為我現在是連接有線網路 可以打 寫大一點 越大數字越漂亮 48 影像 1280720 1280720 確 先 套用 確定 開始串流 開始串流 就會看到這邊 右下耳這邊會有綠色的燈 這個綠色 不能出現黃色或紅色 如果出現紅色黃色 代表你的影像是不好的 那個直播的那個網頻 是不好的 好 這個綠色不能出現黃色 好 如果出現紅色黃色 開始直播啦 我們實際聽聽看聲音喔 我們實際聽聽聽看聲音喔 來操作一下 實際聽聽看聲音 呵呵呵 來操作一下 米姊 米姊 感谢观看